仔细看这段画面,这就是把你扔到太阳上会看到的图像。 没错,这是最近刚公布的近距离拍摄太阳的图像。 是由NASA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在2024年12月拍摄的。 它也是目前人类有史以来制造的最快的物体,以高达每小时70万公里的速度,在太阳身边转悠。 距离太阳最近时,仅约624万公里。 这是个什么概念? 打个比方,如果把地球和太阳的距离缩短到一米,那么帕克探测器就相当于飞到了距离太阳不到两厘米的地方。 如果你坐在帕克上面,就能亲身体验到与太阳贴脸的感受。 而这次飞跃,终于让我们能看到帕克探测器筹建了啥,也是人类头一次能直接从太阳风和日缅物质抛射的源头, 也就是太阳的最外层大气里给它们拍照。 太阳风就是从太阳日缅中流出的连续带电粒子流,主要由电子和质子组成。 这些小颗粒一边在太空里跑,一边还拽着太阳的磁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叫日球层的巨大磁场泡泡。 这个磁炮就像太阳系的金钟罩铁布衫,保护里面所有行星免受宇宙辐射的伤害。 拍下这些神奇图像的相机,跟你手机摄像头可不一样。 这是探测器上一个叫Whisper的广域相机。 Whisper并不直接观测太阳,而是专门拍那些从太阳身上甩出来的物质发出的光。 拍照片的时候,帕克探测器正从太阳的大气层里飞过。 可以说,它已经摸到太阳了。 帕克触摸了太阳这种说法,你可能不认可。 毕竟,离太阳还有几百万公里远呢,这怎么能叫摸到太阳了呢? 要搞懂这个,就得先明白太阳到底是个啥。 太阳不像地球,没有硬邦邦的地面,它就是由炽热气体,也就是等离子体组成的超大火球。 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亮发光的太阳表面,其实是它的光球层,也就是气体绸到能发光的地方。 但这也不是一层硬壳,更像是一团浓雾的边界。 太阳的大气层越往外越稀薄,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线,就是一层比一层更稀,更透明的气体。 所以,当帕克飞进这片最外面的日面时,它确确实实是在太阳里面穿行。 Whisper拍摄的图形, 让科学家能清楚地看到太阳风,从太阳大气的最外层释放后不久所发生的情况。 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新图像,你会注意到一些特别的景象。 三次大规模的日缅物质抛射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这些是从太阳外层大气抛入太空的等离子体和磁场的强大爆发。 但真正有意思的是当好几个日缅物质抛射,一个接一个发生的时候,它们并不是各走各的。 有时候,它们会在半路上撞车,合并到一起,威力比单个的可大多了。 理解这些太阳爆发的行为和合并方式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地球。 当这些强大的太阳风暴吹到地球时,能让天空出现特别漂亮的极光,连一些平时根本看不到极光的地方都能看到。 但它们也会惹大麻烦,比如搞坏天上的卫星,让地面的电网瘫痪,还会让宇航员暴露在危险的辐射里。 这种事咱们已经亲身经历过了。 还记得2024年5月那场大规模的太阳风暴吗? 它是由一个高度活跃的太阳黑子区域的一系列爆发引发的。 那次风暴异常强烈的原因,就是三次日缅物质抛射在途中相撞,合并成了一次相互吞噬的日缅物质抛射。 这股强大的合并波猛烈撞击了地球磁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壮观的极光,包括一些从未见过极光的地区。 所以帕克的这次贴脸拍照至关重要。 通过在其源头捕捉这些太阳事件,我们可以开始理解,并或许有一天能够预测。 空间天气是如何影响地球上生命的。 再看照片的最左边,你还能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 那块区域叫日球层电流片。 这个词听起来可能很复杂,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看不见的超级大结构。 它在决定太空天气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简单来说,这个电流片就像太阳一条巨大的旋转芭蕾舞群,螺旋式地向外延伸到整个太阳系。 它延伸到超出所有行星的范围,并包裹着整个太阳。 但它究竟是什么? 日球层电流片是太阳磁场从指向北极转为指向南极的边界。 因为太阳在自转,把磁场像甩裙子一样甩了出去。 这条不断飘动的磁场带就成了太阳风里一个永久的特征。 它有多重要? 因为电流片可以影响像日缅物质抛射这样的太阳爆发如何在太空中传播,以及它们对地球影响的强度。 这是科学家们为了更好地预测太阳活动效应,就必须搞懂的关键地带之一。 早在2018年,科学家在这些数据中发现了一些极其诡异的现象。 他探测到太阳风不是笔直地吹。 有时候会突然拐个急弯,像贪吃蛇一样扭来扭去。 这种快速的变化,科学家叫它磁场折返。 感觉就像太阳风在快速地把自己折一下,跟甩鞭子似的。 这可不是偶尔发生一下。 就算在帕克早期的几次飞略中,也发现这些贪吃蛇是扎堆出现的,说明不是偶然。 但在最近这次贴脸飞行中,科学家又发现了新情况。 这些贪吃蛇变得更频繁,更猛烈,形状也更清晰了。 蝶小看这些太阳的小动作,他们可能藏着解开太阳物理学最大谜团的钥匙。 为什么太阳的外层大气,即日冕,会比它的表面还要热? 这听起来很不合常理。 日冕从太阳核心向外延伸数百万公里,温度却能达到百万摄氏度以上,比光球层高出两百到三百倍。 如果磁场折返,确实是由像磁场重连这样的高能次事件引起的。 他们就可能将能量从太阳表面向外输送,从而帮助将日冕加热到这些极端温度。 通过近距离研究这些扭来扭去的能量流,帕克也许终于能帮我们解开这个几十年的老谜题。 帕克太阳探测器的任务还远未结束,事实上,好戏才刚刚开始。 从现在,到计划于2026年中期结束的任务期间,帕克还要再绕着太阳飞好几圈,一圈比一圈更近,更快。 在2024年最后一次借助金星引力助推后,探测器将锁定在一个创纪录的轨道上, 使其进入到水星与太阳之间距离的九分之一以内。 在未来的每一次轨道飞行中,帕克探测器都将穿过太阳日冕中更剧烈的区域,承受比以往任何航天器都更高的温度和辐射水平。 它那个碳复合材料做的超级隔热板,在2024年12月通过了那次考验,将继续保护其仪器,抵挡住外面超过1400摄氏度的制考。 帕克探测器的数据将与欧洲空间局的太阳轨道飞行器的测量数据相结合。 它们共同提供太阳现象的三维图像帕克探测器从内部测量,而太阳轨道飞行器则从远处观察。 就像当年的旅行者号帮我们看到了太阳系的边界,帕克则在帮我们揭示太阳系的起源。 可以说,这项任务正在重新编写着我们的教科书。 而更重要的是,它在替全人类向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恒星,提出那个终极的问题。 我们究竟能否真正读懂宇宙的规则,并在这片星辰大海中长久地延续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